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前面呢 咱们用了几点课时间 介绍了项目开发中 比较常见的 也是经常使用的 稍稍有一些 对于刚开始写项目 有一些难度的一些模块 比如说登录模块 后台管理平台的设置 无限分类 以及一个普通模块的增上改查 那这节开始呢 咱们再介绍一些 模块中的一些常见的功能 那这些功能来说呢 是 在基本上在大部分项目里边 都会用到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在刚开始写项目 也是不太好了解的 咱们先介绍一下 对咱们后期讲项目的时候呢 会有所帮助 所以咱们单独拿出来 独立介绍 那这节课 咱们主要介绍一个 搜索加分页 咱们现在分页介绍了 但是搜索内容到下一页的时候 还保留着这个搜索的内容 不光是搜索加分页 咱们有可能说有多个搜索 出来的结果 这个结果也有很多的数据 也带分页的 那就是多搜索加分页 所以咱们这节课的主题就是 多搜索加分页 咱们也借助于前边的 那个咱们前几个开发的这个平台 咱们来做一下 多搜索加分页 那比如说 一般的在网上搜索的时候呢 都可以选择多个条件 比如说 如果你借助于 因为咱们课程现在 以P2P为主 所以呢 避开一些GS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 像58通常啊 或者一些商城 都有多个标签 比如这里边有多个标签 然后这里边分第一级 还有什么第二级 还有第三级之类的一些选项 然后你选择 比如说 我选择 点下这个 好 就把我搜索条件 假如这块是一个条件 就把它放到这来 然后再点击这级里边 我再选一个 那就把它放到这来 这级里边我再选一个 放到这来 这样的话 我选择三级 就选出三个条件 然后一点搜索 按这三个条件搜索 下面显示搜索 按这三个条件 选出来的搜索列表 比如说像那些 比如说租房啊 购房的网站呢 或者商城啊 或者像58通城 这样的一些社区网站之类的 他都会有这样多个搜索去筛选 所以在一个网站 对于内容管理的一样 一样网站上 比如商城也好 CMS也好 这样的话 都需要有两个用用户定位 他想要的东西 一个就是 如果用户他懂得用分类 那就用分类减速 比如说去一个商城 我先找 比如说买一本书吧 我先找计算基础 然后计算基础书中 我找什么加瓦的书 加瓦书中 我找GSP的书 这样分级去找 这叫检索 所以网站一般都有个检索功能 这可以 他在不知道有什么商品的情况下 通常去用检索 比如说他不知道买什么GS书 或者PRP书比较好 所以他就直接选择 PRP书的分类全列出来 然后再一个找 如果他知道有什么商品的话 对吧 他就用搜索 所以可以做成像百度那种万能搜索 利用斯芬克斯之类的 也可以做成是多级的这种分锁 就是一点点三远条件 最终能确定你想要的 定位到你想要的东西 总之在一个网站中 你必须得要用户 用最简单的方式 能找到他想要的东西 检索搜索 这都是我们常用的一些手段 还有比如说 像有些界面 假如说固定搜索的 那怎么点标签 比如像商城 我点什么 20块到30块之间的 然后呢 在北京的还是上海的 这样地区有固定条件的 那让他选择 如果没有固定条件的话 让他多搜索 他可以输入 比如说输入一些条件 比如输入三个或者四个条件 然后一点搜索 然后下边 有输入列表 所以总之 PeerP中的原理就一样 只是界面上显示的时候 你可以配合一些GS 或者GS中的DOM 或者解块之类的去操作 那这里边咱们就简单一些 看一下PeerP怎么处理过程 这是一个难点 而界面特效呢 如果你在会GS技术上 还是很容易实现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在哪做比较合适 还是借助于前面咱们介绍的 这几个模块 比如登录进去 这里边商品 比如说咱们就是 这是天价商品 这是商品列表 对吧 那假如说搜索的话 我可以在上边这个地方 或者下边来一个搜索 搜索完之后 直接列表就显上 然后搜索条件还保存上 这是可以的 你或者是单独做一个搜索的一个窗口 像添加界面一样 一点这搜索 然后也到这个界面 都是可以 因为程序没有固定的东西 就是给用户提供的一些操作 没有固定的 怎么合理 怎么来 或者是你认为合理 使用的人认为合理 就可以了 只是操作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但是尽量做成大众化的 现在这不是搜索 这分页 咱们看见是 一点问题没有 那现在假如说 我现在 做一下 多搜索 当然有的时候 考虑的细节 要很多 咱们后边都可以 说一下 假如说我现在 在后台 我现在需要 添加一个 我以添加按钮的方式吧 在这加一个搜索商品 然后用它去一个表单 把它都独立出来 这样代码不乱 看起来容易一些 比如说我们在这块 indest 我在这个菜单这块 再加一个选项 编辑商品 下边 再来一个 搜索 SER 搜索商品 好 定位到SER的控制器 那我们 我们需要 在商品这块 控制器里边 商品模块里边 我们现在 就需要加一个控制器 叫做搜索商品 SER 搜索商品 搜索商品的界面 这块是 好 这里边 既然要界面 我们直接这次里边 display就行 当然我们可以指定 让它按类别搜索 按选择类别搜索 或什么 你可以把前面 咱们需要的 这个 类别什么的 都给它加上 像这个类别 这样我可以选择 按哪个类别下边的 什么东西去搜索 都可以 比如说这个 我给它加上吧 好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 在这个地方 建一个搜索的界面 seer.tpr 这块我们用 还是用include 包含 头 public下边的 heder.tpr 然后包含为 include public fotr.tpr 然后我们在这块 加一个 he 界面 你可以自己去美化 搜索 商品 然后我们来一个表单 form action 让它提交到 搜索界面 显示的 应该跟这个界面 是一样 商品列表 界面是一样的 所以呢 那我们现在就用一个方式 一样的提交到 这个地方 dollf url 下边的 index 下边 然后方法 就 post 去提交 然后这块 我们说 分 商品 分类 比如说按分类搜索 类型等于 tst 名字 等于 分类搜索 咱们前面已经有了一个 叫做 seret 已经分配过来这个了 然后还有是 商品 名称 按前刷 商品按名称搜索 来一个 input 类型等于 test 名字等于 就叫name 然后 比如说 还上 商品的 咱们这有几字的 商品名称 数量 价格 比如说按数量搜索 也可以 数量大于多少的 或者小于多少的 或者添加时间 还有描述 那咱们就 因为你写三个左右 就是一个 可以做成多搜索条件了 因为咱们只要演示 和写30个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边我就写 再按一个 价钱搜索就行 商品 价格 但商品价格呢 商品价格可能会有多个 商品价格 就是比如说大于多少的 小于多少的 所以我们这块用两个输入框 input 类型等于 tst 尺寸等于 比如说 10 然后 名字等于 min最小价格的 然后 来一个 杠线 再来一个input 类型等于 文本 tst 尺寸等于 也是10 然后 name等于 最大价格的 然后我们下面来一个 搜索按钮 input 类型等于 sub mit 提交按钮 归6值等于 搜索 好 我们先把搜索实现 然后我们再把分页实现 先看一下能不能搜索出来 我们先看一下这块界面 有没有 好 多了一个搜索商品 我们这块有一个 sit 边 再有商品分类 这块 select 那块 少了一个 导入 搜索商品 你看就有了 按分类搜索 哪个类别下边的 那如果 没写分类的话 就是所有的根分类 就可以了 所有的分类就有了 然后呢 商品名称 商品名称 按名称 咱们就是模糊查询 然后价格 如果输入10的话 就10块以上的 如果这块输入100的话 就10块到100之间的 如果前面为空 没有的话 就是100以下的 就这样的一点搜索 然后一点搜索 直接转到这个页面 当然现在这是没搜索的 那情况的是118条 118条记录 这是全部的记录 好 我们既然这有了 那搜索 也是提交到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需要 首先要做出来 搜索条件 搜索条件 也就是一样这块 在这块加一个wire条件 这里边显示的搜索商品的 记录个数 那不光这用 如果你搜索完 把条件放到这了 这块的确按搜索条件 指定的wire条件去搜索的 那总数也得按搜索的去计算 所以这个top和select这块 这俩又有同样的搜索条件 这俩又有同样的搜索条件 都得加wire条件 当然top和select里边 就是写wire条件的 所以这块 我加上一个wire条件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 一样的 werewire条件 然后这个 里边加上wire条件 这个变量 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 咱们这里边默认 只要传这里边的 都是传wire条件 一二一 这俩是一回事 所以我们需要在前边 先组合这个wire条件 如果wire条件等于空的话 你看 等于空或者是没有 或者等于假 只要是一个假值 那对于咱们框架来说 wire条件是假值的 就相当于不加wire条件 所以还是查全部 你看 我现在已经在这个index里边 我已经是加wire条件的了 但是条件未空 比如说 编辑商品 你看列表 还是一样的 那wire条件的 咱们可以是一个数组 可以加多个条件 所以我就看用户 搜索了什么东西 咱wire条件 咱前面 如果大家对wire条件 不熟悉的话 前面咱们用一解课时间 专门介绍了wire条件 都有什么类型 里边是字符串的 是字符串的也好 还是数组的也好 那些格子咱们都介绍过了 那如果有多个条件 这几个条件搜索 刚才按这几个条件搜索 他们应该是不是或者的关系 比如说上面名称叫这个的 或者价钱在什么什么关系的 不是或者条件 一般的搜索都是并且的条件 当然也有或者条件 一般的都是并且的条件 那并且的条件就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在组合wire条件的时候 这里边数组里边 等于ary用一个数组 数组里边有多个下标 比如说按名字 有一个查询 名字中包含a的 然后按数 假如说按分类 分类是一的等等等等 如果一个数组里边 有两个元素 这两个元素 对于咱块来说 就是并且的元素 并且的情况 所以咱就判断 这个wire条件怎么生成呢 就看用户输没输入 如果他他搜索的时候 不一定非得说全输入才搜索 如果有没输入的 如果有没输入的 那就什么 这一项就不管了 输入一个 严格筛选一个 指的是这意思 所以咱就判断 一个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 用户传过来的数据 咱们是post 因为这post 我先这么写 一会儿 我再说原因 先把post付给l 然后我这里边就判断 为什么我不至于用post 后边我会重点的说 先这么写 把post付给对数 这个就跟post的是一样了 然后如果 碳号 EMPTY 判断谁呢 达勒夫 AR中 如果有CID 或者是CID 不等于零 那就证明 或者这块啊 你看 如果达勒夫 AR中号里边的 应该默认 存的这块存的啊 是CID 给它表达是CID 因为在这表里边 起的字对名就叫CID 嘛 我看一下是CID 是PID 等一下 我把这个 CID 表达又是CID 所以呢 我们这话 如果CID 传过来这个类别名称 等于零 怎么的 证明它没选的条件 就是全部的根本来往下找 所以呢 咱们这话 加一个这个 他选择哪个分类 下边 你看啊 如果是不等于零 如果是不等于零 那么我们在这话 才去组合这个条件 让WAR条件 等于ARAY 假如这话 声明的是空数组 在这上面空数组 都可以啊 然后在这话 下标谁呢 下标是 形成的那种格数组 下标是CID 值是谁啊 值 就是 $AR 中号下边的 CID 找这个类别下的东西 找这个类别 当然了 那我都说了 我搜索分类的时候 特别是这种无限分类 我找分类的时候 并不是找就是这个类别 比如说我搜索的时候 搜索商品 就不是并不一定说就找这个 假如说PRP 并不光找这个类别 而是要找这个类别 下边的所有子类全拿过来 所有子类都都要拿过来 那咱们怎么搜索呢 怎么办 如果 不光找PRP类 而是PRP子类 这些类别的东西全拿过来 能不能做到呢 完全可以 因为你只要 只要找到了 这个类 作为负类 那我就可以先辨量一下这个表 把他的子类 因为直到这个就能把他的所有子类 一条子类是一个记住吗 你只要用一个 以他开头的类别全找出来 然后就能把下边所有ID都获取到 那把这些所有ID获取到 然后一起到 这里边CID 用IN的方法 一起把这些ID的所有东西 用IN的方法全查出来 不是不行 就他的所有分类子分类 那你必须得通过 这个分类的ID 先到分类标里边去取一次 把他所有子类ID取出来 然后查询商品表的时候 说CID在哪些哪些分类里边全拿过来 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当然咱们这节目重点讲的 不是说 如何把他及他的子类全拿过来 而重点讲的是这种多搜索加分页 所以这话我就先用一个条件 就是这个分类下的就行了 所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 这个YR速度 然后 再如果 判断EMPTY 如果$R里边用户如果按名称搜索 如果名称不等于空 按名称搜索 那我再将YR条件里边 这个名字 等于 呃 百分号 大括号 $AR 中括号 里边的 NAME 这样他这两个条件 如果都不成立的话 那YR条件就空数组 那还是假之 如果这两个条件有一个成立的话 就会把一个数组放到这里边来 那我都把它写完 如果碳号 EMPTY $AR里边 咱说按价钱最小值 MINPIC 那我这话 就是加一个YR条件 让这里边的 PIC 必须得大于 什么呢 这个值 $AR 中括号 MINPIC 再加上一个 如果 碳号 EMPTY $AR 来一个MX 最大的价钱值 那我就让他 $YR条件 PIC 小于 AR 是 MIN MAX PIC 这样的话 我们根据不同的搜索条件 我们打印一下 这个WAR条件 然后我们先将下边 注释一下 我们只看一下 这个WAR条件 是否是我们想要的WAR条件 假如说 我现在 在这里边 搜索商品 如果什么也不搜索 就是一个空数组 空数组就是假的 那他就会到数据库里边 查所有的内容 查所有的内容 那如果这里边 比如说我选择一个分类 加我分类 搜索 点错了 加我分类 点搜索 那就是CID等于3的 如果我选择 加我分类 我上个名称等于ABC的 再搜索 那搜索就是 CID等于这个 数组就这个值 按这俩条件 并且去搜索 如果我这里边 选择 这块10块钱 12块钱 分类 加瓦里边的 12块钱的 当然这个分类 跟这个项目有点不对称 只是咱们 演示的东西 随便记一个 这样的话 价钱大于12的 会查出来 当然我这会儿 如果都写12和 1111 那就是 既大于12 又小于什么 1111的 会组成并且条件 那好 我们在这里边试一下 可不可以 我们只要看一下 色口语句 搜索的时候 如果什么不加 我们看一下色口语句 什么样的 搜的是全部的 还是118条 你看 查询 从这里边 所有的东西 如果搜索的时候 选择分类 比如选择 PP下边的分类 搜索 只看色口语句 因为PP下没有数据 选择这个 WAR条件 CID等于4的 然后再搜索一下 加网 名称 123 商品 1 这块 111 全加上 你看这块什么 选择这个 CID等于3的 并且 Name Like123的 并且价钱 大于1的 和价钱小11的 然后 全拿出来 因为这里边 没查出来数据 所以就 没有 你看都是零条 所以说搜索的时候 这里边要加弯条 这里要加弯条 那假如说我这里边 能找到一个 符合条件的 比如说 价钱大于 大于100的 肯定有 然后商品名称 包含 搜索一下 大于100的 有这个值 商品名称 包含A的 我记得两个条件 就行 然后咱们看下这几个条件 组过去啊 商品名称 包含A的 大于10的 好 32条记录 做这个 已经有了 但是我这块 我得看到是 用户搜索了什么条件 所以呢 我在这块可以 把这个条件给他 分配 分配出去 让那个 美工人员 去 把一下这样的 WAR条件 比如说 如果用户这个 不为空 就是用户在搜索 这个条件 搜索几个几个条件 对吧 那我这块 比如说我用一个 如果搜索这个 那就是 这随便放一个字物串啊 一个显示的 搜索消息的字物串 等于空 这块 MESS条件是 搜索什么呢 名称为 大乐福名称 中 有 有谁的呢 有 大乐福 AR 就是搜索 类别 这是类别 类别为 CID类的 当然了 你如果 这个类别 只是一个类别标号 如果你能将它的 名称 拿过来 那就更好了 咱现在只是一个类别ID 那通过类别ID 肯定能找到类别名称 这我就不去了 就类别为他 中的 然后 空格 然后 名称中 大乐福 MESS 商品 名 称 中 有 大乐福 AR 中 NAME 的 然后 点等于 这份用上 每个都用点等于去操作 点等于 然后 价格 大于 最小的 最小的 大于他的 然后 等于这块是 价格 价格 大乐福 N2 这块来一个 MXPIC 小于他的 然后你价格可以用一些 这 其他自物串 成立的条件 为什么 什么 然后把这个 MS 这个自物串 分给摩板 在摩板 哪块钱摆 这个条件就行了 我这块直接用了一件输出吧 P 输出一下 $MESS 好 我们这块 所有的商品 你看 如果 什么都没有的话 就不显示这个消息 所有的商品 如果我们这块 分类 是加网 看 类别中 三种的 类别为三种的 在所有商品 比如说 这块 商品包含A的 大于10的 这块 111的 那就是 商品中 有A的 价格大于10的 价格小于111的 下边的结果 就出来了 所以这块 是提示的条件 一定要有 这样的话 用户才知道 他搜的是什么 如果用GS加特效的话 你都在一个页面 那就好办多了 用2.x去处理 然后呢 现在那么搜索 是可以的 比如说 搜索包含A的 大于10的 两个条件 小于 这么大的 你看 搜索A的这个 搜出32记录 但是我一到下一页 好吗 都没了 类别中 是挤的 这个东西 所有的都会出问题 都没有了 因为没有商品 没搜到 所以 我们需要 去 处理一些事情 你看 这里边 假如说是包含A的 一点下一页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呢 必须把这个A的 搜索条件也传过去 这块类别中 我这块应该判断 是有问题 CID不等于0 这个存 这个得加两个条件 判断 如果 EMPTY Dollar不等于空 并且 不然的话 这有负的条件 因为CID 你不传 他CID也是不等于0的 A 大于1的 你看 A大于1的 在下一页 这个就可以了 没有那个条件了 你看下一页是全部搜索 在下一页全部搜索 而不是按刚才条件搜索 所以我要想按刚才条件搜索的话 每点下一页 他还是请求这一对代码 那还是请求这一条代码的话 我就让他将下一页的条件传过去 那怎么传 其实我们在这传 你看 CID 是1的 假如说我放在这块 然后 A中 就是 NAME中 包含A的 只要我在这传过去 因为分页类 咱们就支持从一个页面 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的时候 将这页的数据给带过去 所以这块有个A的 价格是10的 你看 A的大概是10的 你看 我鼠标一放到这 你看一下 那个 我们的 你看一下我们状态栏 你看 就NAME是A的 CID等于1的 就会传过去 当我这是固定写的 传到下一页的时候 才能把数据带过去 所以我们就需要把 你搜索的 出来的这个条件 就万二数据 这个条件 还要原封不动的 把条件 存到下一页 而这里边 我们支持格式 是pass info的格式 所以我们只需要 做一个字幕串 比如说条件 到下一页的条件 NEST 下一个页的条件 对吧 下一页条件 数据 等于空字幕串 然后 我们把这个 下一页条件放在这 如果为空的话 你没有条件 那下一页还是为空的 然后在这里边 如果有这个 Y条件的话 那我就是让 NEST 下一页 PAG 数据 就 点 等于谁呢 把 CID放在这 然后 $AR 总共号 CID 每个都在前边 加一个这个条件 因为这里边 你前面多一个少一个 咱们在框架里边 自动都会把这个分页 下页条件的时候 前面的鞋上去掉 后边的鞋上去掉 所以呢 你只要每个连接的时候 前面写一个 这就可以 $AST Page 下页 点 等于 这块是 鞋 NAME $AR NAME 然后 这块 NEST Page 点 等于 鞋盖 PIC 那是 MIN PIC 因为传过来 就是这个名 传过来 不是PIC 传过这个名 我就要把这个给它 传 下一页 也要传过去 然后是 MIN PIC 然后最后一个 NEST 在前写后写都可以 Page 点 等于 鞋盖 MAXPIC 到 $AR 中号 MAXPIC 然后我们这块 打印一下 这个消息 和打印一下 NEST PIC 看一下 我这页输入的条件 有一个错误 在33号 33号 27号 33号 看一下这块 NEST 点等于 没有加大括号 它里边遇到 代引号出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搜索商品 假如我传个A 这是传个10 搜索 你看 组合的条件是 刚才我搜索的是 名字等于A 价钱 最小价钱是10 那这块组合完之后 通过下一页 你看我点下一页 在这块 下边 看一下状态栏 是名字等A 只等于10 你点下一页的时候 也会把这数据带过去 下一页还要搜索 你看 它还会显成32条 但是现在不会 因为我在上边 有两种搜索 点下一页是 盖的传过来的 而直接点这个 是Post传过去的 所以我们这块 就需要做一个转换 你看我这为什么 把Post放在这 这块就怎么的 判断一下 探号 EMPTV 如果Post 不为空 那我这块就用谁啊 Post的 就证明它通过表单输入 直接搜索的 如果为空的话 就用get 所以说我们这现在 就可以实现 我们现在想要的数据 包含A的 年龄大于12的搜索 一共是32条记录 下一页第二页 看一下第二页 CID 我这里边没传过来 看一下 找一下原因 为什么CID没传过来 这里边 不需要CID 类别为 它怎么把CID传过去了 等我看一下 这块应该判断 RR下边的CID 如果不为空 刚才那少写了 再看一下 A 11搜索 名字包含这个的 然后我再下一页 看一下 还是32条 再下一页 首页 末页 都是32条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有多个搜索条件 分页还好使 这就是多搜索加分页 那实现的原理 就是在不同的组合外的条件 最重要的是 多搜索 咱们很容易做上去并体条件 再加上分页的时候 一定要想 将这页的搜索条件 传到下一页 将这页的搜索条件 也同样传到下一页 这是重点 而咱们传过去的 咱们分页类 里边 第三个参数 就可以搬到 在框架里边 用pass info的模式 前面的课程讲的那种 就是基础课讲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写到pass info 就是问号参数的形式 所以说 做分页这种 就是一个 做项目 大部分都是一个参数的传递 那再比如说 现在我在第三页的时候 我现在一想点删除的时候 我不光让它回到第三页 我还得让它什么 还得让它保持这个搜索条件 在什么情况下 就是保持什么页面 所以说 你每次点删除的时候 你最好是在这里边 把所有条件再带过去 然后第三页 这样的话 每次是什么条件 然后那边这个pass info 那边传的拿过来的 就是什么pass info 所以需要把条件 传给这个地方 在这块 也是和下一页是一样的 有这样的数据 所以多传一个字幕串过来 你得删除 还能保持这个样的搜索 和第三页 这才可以 不然的话我现在一点删除 又回到了 你看 117条 原来118条 又回到了手页 所以这个呢 跟咱们上级可做的删除都差不多 你只需要按刚才的方式 这也就你来做了 按刚才的方式 把参数 先把这个参数 加到这个上面参数 就可以搞定 就是一个传递的问题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呢 就就到这里 多搜索加分页 也是咱们做系统常用的功能 因为搜索是常用的功能 搜索呢 一般的呢 都是多个条件筛选 这也是场景功能 那搜出数据比较多 那就必须加分页 所以这个功能呢 希望大家能掌握 当然有很多算法去写了 这只是咱们说 十个框架的一种 简单的一个算法 那你将来用到像 斯芬克斯啊 或者是第三方的一些服务器之类的 那有可能说 另外一种操作形式 好 我们这也可以到这里 人生自古 谁无死 来生再学 PAP 孙 当作人爵 死 一学 PAP 垂死 兵中 金座起 今天还要学 PAP 少壮不学 PAP 老大 涂上背 洛阳亲友 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 PHP 春远 不学校 处处 学PHP 在庭院做 李宁 在庭院学 西修 PHP 他 不学校 不学校 他 是 他 不学校 他 他 我 他 我们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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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